主持人已介绍完川普进场 现场支持者欢声雷动 不说可能会以为是川普的竞选活动 但其实这是美国前总统川普 22号出席亚利桑那州 共和党籍州长与议员党内初选的辅选活动 替福斯新闻前主播雷克站台 川普也重申2020年选举废窃论 同时强烈暗示将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 川普还痛诉自己遭到民主党迫害 除非正式宣布不参选 否则民主党不会放过他 曾担任川普部首的美国前副总统彭斯 同样在亚利桑那州参与辅选活动 但他是为角逐州长的罗布森站台 他在登台演讲前发推文指出 民主党最爱的就是共和党继续忽视当下问题 对往事耿耿于怀 间接谴责川普的选举被偷走阴谋论 这也显示川普与彭斯之间的角逐之见加深 大西洋月刊分析指出 曾在一次演讲中 三分钟内14次称赞川普的彭斯 现在却在亚利桑那州公开与川普对抗 是想要向选民表明 共和党正在变化 不过分析指出 共和党即使出现转变 也太小和太晚 以亚利桑那州党内提名来看 如果川普支持的雷克获胜 就更说明共和党走不出川普的阴影 华语新闻 陈静 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